山頭的颱風海面上打轉 屏東香蕉灣 陣陣的海浪拍打上岸 七米的高度超過兩層樓高 觸目惊心 知名的觀光景點大浪不斷 記者人就在這墾丁的南灣 可以看到呢 雖然山頭颱風的 這個已經變成中都颱風 不過現在呢 這邊的風勢是相當的猛烈 南灣沙灘狂風讓人幾乎站不住 沙灘上十塊木板到處散落 連封鎖線都被扯壞 目前整個颱風半徑 已經籠罩在整個屏東及恒春半島地區 那目前的最強風勢 已經來到十幾以上 那今天射逢農曆的 農曆三十大潮期間 目前的海浪已經也來到七公尺以上 鏡頭轉到了離島 小琉球的知名景點 花瓶沿風浪猛席 碎石雜物 不滿了停車場 山頭的颱風帶來的強勁風勢 海浪直接拍打上岸 道路上車輛來不及閃 只能穿越海水而過 但是多颱風的漁船跑不掉 港湾內避颱風的船隻 經過一夜風浪猛烈的搖晃 懶神斷裂 漁民趁著風雨空檔 上船加強懶神固定 山頭的颱風慢速前進 讓海岸邊的大浪不斷 現象還生 三地新聞綜合報導 把女騎士裙擺被吹起 頂著強風狂吹奮力向前 只見她努力想控制龍頭 卻抵擋不了強勁風勢 整台車搖搖晃晃 就在轉彎時 瞬間強震風把機車吹倒在地 事發在行北市淡水 行事三路 當下女騎士嚇壞 不知所措 這是一名路過的豪心男子 活速上前 幫忙把機車遷到路邊 好在女騎士沒有大礙 另外在台北車站 現場之急 12公斤重的行李箱 放在路邊沒有人動 卻被強風推著跑 民眾差點拉不住 強風真的很大 我都快感覺 我快被吹走了 覺得就像是那種愛情來得太快 就像龍捲風 頭髮整個飛起來 然後整個一半被都飛 風大到連站都站不穩 還有立民男子 一路牽著機車 寸步難行 停車都有困難 風很大 就是感覺快倒的感覺 我比較重所以還好 但是一般人應該會晃得很厲害 不只北車 信電捷運站也傳出災情 收口貼卷門被強風吹到歪掉 現場好幾名工人進行維修作業 對此捷運公司回應 是瞬間強風造成門片脫落 限戰時使用支撐架固定 另外淡海輕軌 則傳出軌道由路數倒塌 好在及時移除 並沒有造成列車延誤通行 山陀颱颱颱颱颱颱 雙北地區禁梁日 風潮大 最大測到時機陣風 雖然有放颱颱颱 但還是盡量待在家 別出門比較安全 三期五 贵松田银轩 台北长报道